给我废手机,我给你抽奖券 祝你抽到一台新手机 这是环保署10月手机回收月活动 结合15家业者,22县市环保局 让民众可以线上线下回收旧手机 有50份毫里等着你抽 另外业者也有许多优惠折地 鼓励民众将废机回收再利用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一连的手机 大概有600万台左右 目前回收率大概30万台 大概占5% 我们从108年就推动这样一个手机回收 因为现在整个循环经济回收 在利用是整个国际上的潮流 那我们知道手机是一个支援 所以透过这样的活动来增加手机的回收 30万是整年的大概回收率是5% 那手机回收月 我们一个月的回收从108年是2.3万只手机 那109年是3.7万只手机 那我们设定今年的目标 希望能够突破到5万只的手机 这是手机目前的回收的情形 那另外因为手机本身当然都有一些的 譬如说机板等等 都是属于支援的一种 那如果透过回收 就可以让这样的支援再循环利用 那譬如说几例来讲 像今年在东京奥运 那奥运的这些金牌银牌的红牌 它们的这些材质都是透过手机或相关的 资讯的产品回收 然后经过回收处理以后 来做这些的奖牌 那我想最主要是大家 如果民众手机等于是不使用的 那放在家里 也是一种气质的 那对于整个资源的循环是没有帮助 那透过我们这样的活动 那来做回收 还可以加码抽奖 环茂树为促进资源循环 每年10月都举办手机回收月 今年特地将回收点增加 以利回收便利性 业者也加码许多优惠 如果当月达5万只手机回收 还会再加码一支iPhone12公抽奖 欢迎民众踊跃回收资源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